战争死亡最厉害,其实,有一种病更厉害,所过之处人处都得死属意,造成古代发生动乱的因素可能有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疾病霍乱等,在药物以及医术不发达的时期,疾病传染不仅使得人心惶惶社会动乱等,历史学家研究发现长时期的疾病传染,还会减缓社会文明进程周立天观总载记载《疾瘾染万民之疾病》 四时皆有立即,吕氏春秋季春季也有记载《季春行下令则民多吉亿》,这说明在中国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有瘟疫的存在,并且不是那个季节就会停止,而这种疫情,则是由非时之气所造成的宋、聊、金、元时期可看作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自宋代以后人口减少,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处于停止。 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鼠疫在那个时期四处横行鼠疫最大特点就是,它可以随人口流动,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 一一二七年军兵攻破变军,之后变梁发生一场大疫。一二三二年,来自蒙古草原的援兵攻破变军之后,城里也爆发了一场大疫。当时人们推测此大疫乃属意而且,每次爆发都在城池被迫之时。 所以便推测这些鼠疫,则是随流动军队传播而来。战争爆发随之迁起的不仅有军队也有大量平民,百姓占领城池之后统治者。 为了巩固统治,将将士们的家人以及其他百姓,从本国土地切到汴京一时之间变量城内,人口暴增。恰巧这是鼠疫恒行最终,导致这个时期,死了很多人。 有统计在此次大疫中,共损失人口占全城人口的40%,那么会有人说当时的大夫就看着鼠疫愈发严重吗? 有人曾从中医学史的角度分析了此次大疫,他指出,当时围困变经的人中有著名大夫李稿,变经解围后他逃到了山东疗城钻研治疗之策李稿不仅医术高超而且是中医东元学派的创始人,不过遗憾的是在这场大疫中,他错把鼠疫当作了风寒来治。 两者症状相似患者多发热,谈结咳嗽但是鼠疫仍主要是现行而非废行,鼠疫的确认以及找出治疗的办法。 古人们发费了较长的时间,以及大量精力也自然地在鼠疫爆发区间人口、财力、物力皆大量损失。 这里有几个人们对鼠疫的探索,即对抗的例子,1257年,宋元军队在四川河州爆发激战战况,持久双方相持不下农历七月天气炎热,蒙古军中大疫传染病,爆发首领蒙哥命随军医生修药以疗失意不过未见成效,看着士兵一个个倒下。 无奈之下,蒙哥只能用酒来对付霍乱,但也未能控制住疫情,不久蒙哥就病死。 在了军中除此之外,也有一批原兵将领死于此次疫情之中,如汪世贤等人,被寄入原始卷129扭传,之中其作者认为,此并未虐计即今之虐计,但是当时爆发传染病的河州并不是虐计的高发区,不可能造成如此大量人口的死亡。 也不可能在第二年的春天再次爆发,宋朝军队,也不能幸免同年据宋史记载,王灯受命镇守湖北方舟,与之对抗,的是来自四川的援兵。 此之援兵很大可能就是一只染疫之军,两军被战疾病忽染王灯染上恶疾,症状表现为头痛,呼吸紧促,尿血,便血等不久。 王灯也死于此大疫,通过一次次的疾病发现患病症状皆相似,且发病极大多在三到五天内死亡研究患者从染疫到死亡的过程再结合个体案列。 基本可以断定此疾病,为蜀疫基本上有交战或是有染疫军队途经的地方,都爆发了蜀疫援兵南征过程中,到达了云南四川一带,并四处烧杀柔令颠,川一带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蜀疫援兵,夺取恒州之后宋市南逃逃至广东,福建一带广东,福建也是可疑的疫区文天祥的部队, 在惠州染疫,其母亲和长子皆死于疫中他曾率部队,在干男活动与援兵对战期间,干州人口大量死亡之后,他率部队,向广东进发笔者,也怀疑,是他们将疫情传到了广东,那么除老鼠以外其他哺乳,动物是否能传播蜀疫? 那现有实验,表明家畜能感染蜀疫但不会死亡,但是,据历史数据表明蜀疫爆发地区,不仅人口大量死亡,加勤家畜也大量死亡,有一种说法是由于人口的大量死亡,导致家畜因无人照料,而死亡大, 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并且鼠疫,不仅在中国爆发,也在国外爆发中亚,欧洲地区都曾受鼠疫困扰长达三个世纪的鼠疫,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与同时代欧洲相比中国死亡人口的原因,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欧洲鼠疫爆发在和平时期,而中国爆发,在战乱时期,可以说长达三个世纪的鼠疫, 中国死亡了大量人口,且波及面积大财力物力的损失不计奇数参考资料,周里天关总载,与世春休记春记,灾难路瘟疫